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 对医疗生技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在两岸签署ECFA之后 这股需求更是不容小觑 今节目就要参与一场 由中华海峡两岸医疗及健康产业发展协会主办 针对ECFA后两岸医疗生技关系 做深度讨论的研讨会 首先我要代表协会来欢迎所有的朋友 进入我们的一场来进行这个论坛 中华海峡两岸医疗及健康产业发展协会 简称医建会 创立至今已满一年 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医疗健康之合作与升级 起初成立这个医建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推动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以两岸为主 跟国际为主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由于会员多维产业界人士 嘉宜理事长本身是立法委员 所以在政策面及实务面上都能兼顾 我们配合这个政策 从去年开始 就政策面的部分 我们组了多次的团到大陆去 第一次去我们就直接跟中国的卫生部来对话 我们分了三个提示来谈 怎么样让两岸的产业能够缩短时间 尽快地达成一个垂直联合 甚至合众联合这样的一个机会 政府多年来积极支持生计产业发展 甚至设立算石行动专案辅导产业 但获得实质帮助的中小企业 人嫌不足 因此一建会藉由此次研讨会 从实务界专业的眼光 焊出当前的燃眉之急 快很准地解决问题 代工是我们的特长 始终如此 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 我们的优势在生物产业里面 是最没有价值的一段 我们的优势是最没有价值的 真正有优势的时候 是要做优势 要做司机的一段 所以我们这次的议题 让这个生机业者跟创统业者 能够一起在一个平台上 来互相讨论或者是沟通 做一个平台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让民间的这个创统业者 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生机业者的需求 整个医疗生机产业 大致上可以分为 药品、医疗器材研发制造 及新型生机三个区块 而产业发展方向 往往取决于市场需求 生机产业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好的一个市场 来引导我们的研发 我们的商品化的流程 在ECFA签署后 两岸医疗生机 可以直接地接触合作 因此大陆庞大的人口 对市场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ECFA签署之后 我想大陆市场 以及如何连结大陆的制造能力等等 来攻占国际市场 是我们生机产业目前的状况 以及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既然已经取得 进入大陆市场的陆场券 那么如何真正打入其国内市场 限用这块腹地 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从这个机会里头所带动的就是说 台湾能够未来在研发新产品的时候 怎么样定出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市场战略 能够争取大陆的一个内需市场的一个发展机会 台湾企业富有弹性活力 且在产品的创新 国际化管理团的经验丰富 而大陆则相对不足 双方或能结合优势 必定能共创双赢 PoEFA最主要是要争取 在跟大陆各个不同的省市 因为最主要是要抢占通路 在通路上头 进一步跟它进行策略合作 这样的话台湾的产品 在大陆的市场就有更好的一个管道 能够进入大陆的内需市场 台湾生技产业最强的优势 在于能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与医疗管理 让医疗行为真正成为一种服务 这也是大陆地区所欠缺的 最强的项目应该是医疗服务 把台湾的医疗服务复制 在大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EFA时代来临 不论是政策面 法律面上都多有松绑 未来政府应致力提供好的资金环境 并团结国内力量 共同打下大陆这块大饼 政策方面的法令的松绑 还有实际面的融资 跟税务的协助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这些台商到了大陆以后 因为大陆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我们最好就是不要单一作战 我们必须要集体的 一个团队的一个组织的到大陆去 所以政府必须要带头来做 生技产业是未来生活的重要一环 两岸之间由于文化生活方式很相似 对生技服务的需求也很雷同 慎用台湾的优势结合大陆的优点 极长补短下 一起创造生技产业的黄金年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